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办小时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职业 就是专业从事知识产权保护 你也许听说过盗版能够让一些不法分子一夜暴富 但今天我要介绍的这种反盗版的新职业 它比盗版还要赚钱 一起来看看 画面中的这位青年人名叫李志勇 今年27岁 八年前 他从湖南省林乡市农村来到深圳市打工 两年前 他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新行当 他几乎每天都穿梭于深圳市的大街小巷 像猎人一样寻找目标 今年六月末的一天 他来到了深圳市的一家酒店 和他同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 这四个人开了一个终点房 到底要做什么呢 一进房间 四个人立即忙活起来 只见这一位打开行李包 取出一部小型摄像机 等他一开机 另一个人便开始行动 他打开电视 找到VOD视频点播系统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很多热门影片的名字 他点播了一部名为 《剑龙卸甲》的影片 屏幕上显示 收看这部影片需要在防费之外 另行付费78元 78块钱 好贵哦 奇怪 长山 姓名 赵子龙 付费78元点播了影片 本该坐下来慢慢欣赏 可奇怪的是 这四个人并不像平常人那样看电影 而是用正常速度播放了一段 再快进播放了一段 并对播放过程全程录像 我的命运 在自己手中 快进 录了一段后 直接快进到了片尾 对《剑龙卸甲》这部影片录像完毕后 这四个人又点播了江山美人等几部影片 每部影片都要支付78元 每部影片都用40分钟左右快速播放并录像 三个半小时 他们点播了五部影片付费390元 都是快速播放并录像 然后匆匆退房 离开了这家酒店 这四个人神神秘秘的 到酒店录像是要做什么呢 那几个人呢 有两个是我们从北京请过来的工证人员 有一个的是取证人员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发现了很多那个酒店嘛 就是也有那个乐地点播系统 而且情况也很严重 所以说了我们就去开个训练房 带着工证人员进去 就是取证 身上的取证 原来李志勇现在做的行当是职业维权 他通过摸底发现 深圳市很多酒店在内部电视系统里播放盗版影片 所以他从北京请来了公证员和取证人员 到各家酒店一一取证 拿到证据和公证书 他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打维权官司了 那么以反盗版维权作为职业 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呢 正常走下去的话 最少有 就是2019年年底嘛 应该最少有一千万吧 李志勇专做影视产品反盗版 一个人一年呢就能赚一千万元 这确实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事实上 我们平时所了解的反盗版行动 是一件既费力气又花时间 效果还不太好的事情 那么李志勇究竟是怎么赚了钱呢 只有初中学历 一直靠打工为生的李志勇 走上职业维权道路后 竟然有望达到年收入一千万元 那么他有什么秘密呢 我们资源很多 就是影视资源很多 我们现在最少有十万小时的 那个节目 就是节目缘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要打维权官司 自己首先要有维权资质 或者拥有相关影视作品的版权 或者获得版权方授权 李志勇一个年纪轻轻的打工仔 怎么会拥有这么多影片和电视节目的维权资质呢 我们不需要去购买 就是公司会把所有的版权收给我们 就是去维权 就是所有的资质 比如它不是一步两步 是几千步 李志勇告诉记者 他的维权资质来自于他的合作方 一家名叫网上文化的公司 我们讲这个证据了主流的娱乐内容 70%以上 比如说香港的 韩国的 台湾的 美国的 国内的 基本上都在我们公司手上 就是影视娱乐的这样的节目 节目版权 据了解 网上文化是国内最大的数字影视内容基础上 而李志勇则获得授权在广东地区独家代理其所有节目的反盗版维权业务 相当于拥有了数千部国内外影视节目在广东地区的版权 其中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品的李小龙传奇等剧目 网上文化集团没有透露购买李小龙传奇的价格 但该片的海外版权售价高达500万美元 而这只是一部片子的版权价格 那么李志勇从网上文化获得几千部总共十几万小时节目的版权 需要付出多大的价钱呢 需要就是有个保证金的 比如说我要做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是我自己要出钱把这个地方承包下来 历史也要出钱 历史出的是成本 就是他的取证费和那个输送费 就是完全的风险代理 李志勇说 他向网上文化缴纳200万元保证金 获得了其节目在广东地区的维权资格 这相当于为每部片子付出版权费80元 这个价格并不算高 但是要以维权作为职业 靠他赚钱并不容易 他一年的维权收入 在扣除取证费公证费律师费 以及诉讼费等成本之后 必须净得200万元以上 自己才有钱可赚 否则就会赔本 而在国内市场上 反盗版一向是令人头疼的事情 我们公司做音箱制品的出版发行 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从目前这几年 我们出版发行的情况来看 大概每年以30%到50%的速度在递减 什么东西在递减? 整个的节目的发行量也好 我们的收入也好 都是在不断的对减 什么原因造成? 首先第一就是盗版 所谓盗版可能就是传统的一方面的盗版 就是出版的光盘 它有形的东西 还有一种对我们冲击比较大的 就是网络的盗版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是目前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传媒集团公司 拥有中央电视台节目版权的全球营销代理权 是中国电视节目外销联合体 唯一的对外版权代理商 然而面对日益猖獗的盗版 谢主任说 他们常常会感到很无奈 因为如果不维权 盗版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可是要维权的话 多数情况 劳民伤财最终不了了之 有的官司好不容易打下来 却会赢了官司赔了钱 比如说我们一部戏 在法院判 我们确实是胜诉了 但是从成本上一统计来看 我们就是得不偿失 我们的钱赔进去了 但是判罚的金额非常的少 谢主任说 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影视节目的发行和代理商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节目 被大肆盗版 无奈之下会选择放弃维权 由于取证 还有时间上的成本的原因 我们可能就只能是非常的无奈 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也有 好 一分半广告之后 继续我们的调查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 李志勇实际上是在替音像出版机构 担任维权代理 但问题是这些从事 音像出版发行十多年的专业机构 面对盗版 尤其是网络盗版都无可奈何 被打得节节败退 丢盔卸甲 李志勇仅靠着自己单枪匹马 能把维权官司打到底 并且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收入吗 我们再来看看李志勇 在反盗版维权上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李志勇靠维权挣钱 有什么窍门呢 从这家酒店取证结束后 李志勇向记者 和盘托出了他的秘密 批量取证 批量去诉讼 不是一家一家 因为一家一家的话 成本就比较高 拖势就比较长 批量取证 批量诉讼 靠规模化维权 来降低成本 增加收入 这还是网上文化公司总裁 李峰 在几年反盗版过程中 总结出来的 有的律师甚至我意思 就是100个案例 那么对他讲 他所花的成本 其实并不会因为说 按一个案例的100倍来起算 而仅仅是一个案件的 两倍三倍这样的成本 所以一旦100个案件下来 那他所获得收益 那就会这个10倍 甚至20倍的体现 那么批量维权 与个案维权相比较 在成本与收益上 究竟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以李志勇取证的 那家酒店为例 假如他只取证 这家酒店的一部造版影片 来提起诉讼所赔的话 他能挣到钱吗 就是如果是按单片 你去和解的话 或者是打官司的话 那肯定是赔本的 李志勇说 如果在这家酒店 只取证一部影片 成本包括两位公证员 和一个取证人员 往返深圳的差旅费 以及取证诉讼成本 总计21,490元 按照信息网络传播 保护条例规定 每部影片可判决 50万元以下的赔偿金额 但目前一般判赔5万元左右 以此计算 提供版权的网上文化 与代理人李志勇 和参与维权的律师三方 各分成三分之一 李志勇能够拿到17,000元 但他之前支付的成本是 21,490元 这样他辛苦几个月 打赢一场反盗版官司 反而会赔本44,490元 所以李志勇说 他有别的选择 比如说我先取证个30家酒店 把所有的工作书拿起来之后 一次性发日子函 这样子 按照一次取证30家酒店 每家酒店平均取证四部影片计算 维权一次总成本为 337,360元 赔偿金总收入为600万元 相关三方分成 李志勇可以得到收入200万元 减去他支付的维权成本 337,360元 他以此维权得到的净收入 将达到1662640元 不过这只是估算 那么李志勇在实际维权中的成功率和收益 到底怎么样呢 李志勇的第一次反盗版维权行动 就是以批量化方式进行的 我们当时一次性发了 80个家李志勇 就是80个家网吧 2007年 李志勇还是网上文化公司的员工 负责该公司在深圳地区的维权业务 当时 他一次性的对深圳市播放盗版节目的84家网吧 集中取证 准备发起诉讼 没想到 还没打官司 绝大多数网吧 就先找到他要求和解 花里山当时过了两天 因为可能他们才收到 然后就很多网吧 大概有237家 打电话要求人主动和解的 那我们有一批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的 后来呢有一批是通过那个 我们去诉讼 就是去法院立案 给他们发的那个传票 大概这个里面合结的有四五成 最后呢 有那个四五家的是拖到最后了 然后去诉讼 通过那个传票在法院上打官司 和解的 就是判后和解的 这是当时那些判决出 第一次维权 李志勇顺利地获得收益200万元 尝到甜头后 他自己成立了公司 从网上文化公司的员工 变成了他的合作方 今年四月 他一次性进行了对宣镇市 350家侵权网吧的批量取证和公证 并计划年内完成诉讼和索赔 而下一步 他的维权目标是广东省的几千家网吧 和上千个酒店 假如说网吧 我现在是维权两千家 假如下按照我们以前的和解率来说的话 就按三万一家来算 两千家就是六千万 这六千万东 就是我可以拿到的 那是相当可观的 这个赔偿的金下来以后 扣除这个维权的一些成本 我们双方还可以五五分成 我们的记者告诉我 这份为李志勇带来巨大财富的职业 正在国内的很多地方 变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一起来看看 职业维权的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 作为李志勇维权的版权提供者 网上文化公司总裁李峰寓言 这将会是一个产业 这种这个 对我们维权能够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传达到这个或者社会上 或者其他的其他以后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个人 甚至是这个公司 愿意就是说 这个和我们合作 那么这种合作的就是说 他愿意先付一部分 就是这个合作的这个保证金 来这个 作为和我们合作的一个 这个先决条件 那么他再在当地 再聘取律师和工程 他又把这个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把它放大了 形成了一个 这个叫做专业的 这个维权的这么一个 这个事业了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 维权的产业链上来 而且让维权还成为一个 有巨大收益的这么一个 这个产业 记者了解到 2007年 当李志勇在深圳维权时 网上文化公司派出的各路人马 同时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和地区 铺开了这种职业维权行动 经过两年摸索 已经形成了 与律师事务所 公司 行内人士 以及行外人士 合作的四种维权模式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50家律师事务所 400多位律师 加入了进来 另外 还有行业内60家公司 行业外30家公司 与个人 总共700多人 加入了与网上合作的维权队伍 广西一位做盗版的网吧经营者 甚至温风而动 投奔了反盗版维权队伍 他说 你这个维权模式 非常好 非常适合我们广西 全省的这种维权的 这样一个模式 你当时做完的时候 大家是为什么播放盗版 后来又怎么 又开始要加入一拳来打盗版 网吧播放盗版 其实在全国100%的网吧 可以说都是这样的 像基因网吧的时候 那种大体就估算一下 比如说影片给网吧 带来的收益 大概应该是占网吧 收入的2-30%这样吧 一个月下来 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 应该是这样 这位原来播放盗版 现在打盗版的网吧 经营者坦言 他弃案投名的主要原因 就是发现打盗版 比原来播放盗版 挣钱要快 为什么要打盗版 第一个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 通过跟网上的合作 然后获得更大的效益 李志勇等人的维权致富故事不静而走 今年5月 北京的一位汽车经销商 甚至将股票全部清盘 将房产抵押取得贷款 要求加盟网上文化的维权大军 他把自己的所有的财产 全部都集中到一起 包括抵押了他上海 他上海有一处房产 抵押了他上海的房产 然后把他所有在股市上面的一些 投资全部都清仓 集中了所有的财力物力 来投入到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来 网上公司收取一定的保证金 然后将部分作品的版权授予对方 或者将某个地区的维权业务发包出去 交给某个律师事务所或公司以及个人 然后采取专业化分工 流水线作业 批量化取证和诉讼 以此获得不菲的收益 由参与方共同分成 这种模式让反盗版维权队伍迅速壮大 也引起了知识产权界 以及法律界人士的深切关注 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的本质是无形产权 这种无形性 以及再加上互联网 在网络世界的这种可复制性 它就导致了侵权的泛滥成三 你怎么样来遏制它 就必须进行方法上的创新 也就是版权人 我想如果他注意和一些社会中介组织 你比方说律师住所 联合起来 把其中的这种反击侵权的行为 委托给律师楼 而且律师楼在这种新的模式下 他如果有利益 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 利益均毡 达到一种利益均毡的这么一种模式 我想对中国保护版权 那是极为有利的 做反盗版维权 能够致富 这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这么多年了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为反盗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各种法规条例行政命令三令五身 企业的打假队伍也曾经是四处出击 可盗版依然大行其道 盗版越反越多的根源 就在于盗版有利可图 反盗版却常常得不偿失 成本与付出不成比例 最后即使是受害企业 也不得不掩其息骨 退避三舍 其实北京网上这家公司 他们的维权模式做的就是两手 一边打击盗版 为正版清盗 一边是推出价格低廉的正版内容 双管齐下 盗版退出正版进入 这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现在打盗版能够赚钱 甚至比做盗版还赚钱 这样不用政府号召 自然有人积极参与 看来市场上的问题 还是要靠市场手段来解决 欢迎回来 政府在号召打盗版的时候 曾经有打击盗版 人人有责这样的口号 但现在看来 如果打击盗版人人有利 才更有效 更有推动力 现在在这种盈利模式下 打盗版延然变成了一场人民战争 何愁盗版 不会越来越少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